嗯?雷兄,这天月秘境里怎么还有一座寺庙啊? 我也不知道,反正传说中是有这么一个寺庙 有些人运气好就能遇到,有些运气不好就遇不到 咱们俩还是快进去看看有什么机缘吧 这村石猴是什么来路? 这庙里的大圣估计就是天月秘境里的守护神灵 雷兄,这庙里阴阴森森的,我们还是快去寻找天月桂树吧 这些猿猴竟然都是涅槃境的,而且还懂得群殴 那道兄,我认识君老弟,我们赶紧过去帮他一把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猿猴 这些猿猴据说是大声四哑的,数人众多 分布在天月秘境里的各个地方,是我们进入天月秘境修饰的首要大敌 多谢两位道兄仗一出手相助 道兄,你没事吧 受了一些伤,不过并不要紧 想必两位道兄,也是前来寻找那天月桂树的灵果吧 刚好前面树上就有,为报答你们刚刚的救命之恩 那兄弟我就不与你们争强了,后会有期 哈哈哈哈 没想到一进来,这天月秘境运气就来了 想找到一枚成熟的贵果真是不容易 君老弟,这枚果是就给你了,你先品尝一下 哈哈哈哈 这灵魂本大爷要了 哈,竟敢抢你君爷爷的果子,不要命了,是不是 君弟,这个家伙是悬崖宗的 既然知道是悬崖宗的,那你们两个还不赶紧滚蛋 哈,悬崖宗是什么垃圾宗门 没听说错 啊 君弟,想不到你这么强吗 和那个悬崖宗的弟子相差两个竞技 竟然还一箭伤了他,真不愧是前辈门下的弟子 哈哈哈哈 低调低调 让这小子跑吧 传信给天月秘境内所有悬崖宗的弟子 看到这两名撒凶,急盖杀无赦 嗯,糟了,这足足有上百个灭盘境的猿猴 难道我们是闯入了那些猿猴的领地吗 君兄,不要轻举妄动 这些猿猴写好丹药,让我来 猿猴大哥,小小诚意,希望你们能笑吗 好,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那两个伞兄竟然躲在这里 兄弟们,给我这 干掉这两个伞兄,把灵国抢过来 人猴大哥,你看这丹药你拿去 你帮我干掉这些修士,怎么样 君兄,这里凄惨人命,你确定要灭了他们吗 要是让悬崖宗知道,他们可就真的和我们两个不死不休了 啊,修仙事件若绕强持,若是躺在地上的是我们两个 那时候,你就不会这样想了 而且这些全阳宗的弟子们,刚刚本就是想要我们两个人的命 那我现在,岂还会让他们有命离开 小君,杀伐果断,做事干净 不愧是神龙宗三个弟子内,我最为满意的一个 而作为神龙宗唯一的男性传承人 之后神龙宗重建想要一名惊人 就必须要拥有一位杀伐果断的掌门人 用来的一個好控制 说これ, Giroud 是怎么出事的 在 ser刘茜的